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护毛笔这种方法 还有就是为了方便 笔也不是说再大太高 那么就用一支铜笔帽或者塑料笔帽把它照起来 写完以后 它一般不会分钢 下次使用很方便 这对处学者来讲也是比较合适的方法 但是贵重的笔就不能这样 因为墨和笔从长时间的浸泡在一起 它会影响笔的寿命 对笔的问题就是要注意这几点 那么除此之外 谈到这个纸和墨也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您再给我们谈一谈这两种东西 我们平常所说的文房四宝 就只能笔一纸墨厌 我们现在顺序地往下说一下 纸在初学者 在临帖的过程当中 还是选用造价不高 比较适用的一些原书纸 毛边纸 用这些纸就行 不要太讲究 我现在给大家做演示的这种纸 也是一般的宣纸 或者是年料纸 或者是静疲竿宣之类的 就这种纸 其实平常我练字也经常用原书纸 在练字过程当中 不必这么讲究 就对纸来说 再谈谈墨的问题 这个墨也很讲究的 对于完成书法作品之前 多数的书界朋友们 都喜欢用原墨 墨也有很昂贵的 也有很便宜的 但是在初学临帖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不用讲究 只要使用普通的墨汁就可以 我用的就是书画墨汁 这种书画墨汁 现在普遍都使用它 但是在完成作品的时候讲究起来 还是要研墨的 平常朋友们临帖过程当中 非但不用研墨 甚至不用这么好的墨汁也可以 就是普通的墨汁 但是防止它发酵 平常要把它保养好 比如说写完以后 要把这个盛墨倒掉 写之前墨汁不要倒太多 用弯再使 如果你一次性的倒很多 那么就浪费 如果你没有浪费到它 下次接着使用 它一旦发酵 那么这个气味很难闻 如果是在装表作品当中 它会起到很坏的作用 所以对墨的问题呢 应该注意这几点就是了 一句话呢 就是在初学阶段 都不是特别讲究的 但在比的问题上 就稍稍地应该注意起一些 那样这个烟台呢 烟台是主要为盐墨起作用 但是为了承诺的一个器皿 不一定非用烟 平常小端啊小碗都可以用 所以在这块呢 顶不十分地苛求 但现在很多的烟台 端烟啊 这个社园呢 都是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也是艺术品 那么这些东西呢 和我们初学的关系并不密切 那么谈到这些问题以后呢 我们就要动手去学习了 这个笔具体到我们初学者手里 怎么去执 您把这执笔的问题跟我们讲一讲 好的 对于初学者来讲 执笔呢 是他进入学习书法的第一个关口 第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可以这样讲 执笔的问题没有解决 可能带来终身上的影响 有很多人呢 是到老了 执笔因为养成习惯 克服不了 直接影响书法的进度和水平问题 所以关于执笔问题呢 我们多说几句 如果说得很复杂 又是有很多书法家们说得很轻松 比如说 像这个宋代的苏世 他对执笔就说得非常放松 他这样讲 他说执笔无定法 要使虚而宽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执笔呀 没有什么一个固定的法则 我们只是把它执在虚一点 宽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他说执笔无定法 要使虚而宽 其实呢 后人对他这个话的理解上 却出了偏差 什么偏差呢 他本来是强调说 执笔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则 执笔无定法吗 但是因为后人加了一句 要使虚而宽 所以后人就把 虚而宽这句话 当作定法了 我们现在解释这个虚而宽呢 也认为这句话并不错 苏世也是这么样的执笔 而且他写得非常好 但是呢 有人会问到 欧阳雄是不是也这么看的问题 恰恰相反 欧阳雄的执笔方法 和这个苏世啊 和这个苏世啊 结果不同 欧阳雄这样讲 他在用笔论当中啊 有这样几句话 他说啊 用笔之法 极桌短落 怎么讲 他是说啊 在执笔的过程当中啊 要让他呢 紧紧的抓住笔 紧紧的 这个执笔 这是说的 极桌 桌就是握笔执笔 极是紧的意思 短落 是不要高 让他向下 执笔呢 靠近这个笔尖这一块 是这样说的 那么正和呢 苏世相反 苏世指的虚而宽 指的执笔的时候 虚的执笔 不要钻得太紧 宽的有两个要解释 一个是说宽呢 可以高执管 向高处执 宽放一些嘛 一个是掌心的 距离笔管 宽放一些 所以这两个人 就算矛盾 可是呢 让我们不好解释的是 在哪呢 这两个人都是 历史上的大价 我们甚至不好 就是这样的结论 是欧阳群写的好 还是苏世写的好 那么欧阳群呢 是欧阳柳照当中的 排在前边的一位大价 苏法米塞当中呢 苏东坡白排在第一位 所以在历史上 苏法史上的位置 都是这个 名略千茅 因此我们说 他们都是成功者 而执笔又不同 这就不难得告诉给我们 历史上的名家 执笔不尽相同 这是苏世讲的内话 对执笔又不定法 然而大家 执笔虽然不同 却是写出字来 各有这个欠轻 原因就在于 执笔的不同 是决定于你的风格 你的流派 你的书体 乃至于你字的规格 根据这些不同 而执笔选择不同 那这么说呢 也就是说 这个真草立传不同的书体呢 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执笔方法 而且同一种书体呢 像欧颜柳照这样的不同的这个风格呢 也应该有不同的执笔方法 其次呢 还有这个字的大小 像小凯啊 中凯大凯 绑书啊 也应该有不同的执笔方法 应该是这样 嗯 嗯 就说书家呢 本人来讲 嗯 他自己如果 站起来写字 和坐起来写字 这笔方法也不同 嗯 但用抓笔写字啊 写绑书大字的时候 而执笔方法又不同 嗯 这要根据自己的型号 根据自己的风格 比如说欧颜柳写的这种字体啊 它非常的严格 非常的精细 它必须要短 要紧 像苏氏写的这种字呢 非常的放松 潇洒 自然 所以他的执笔呢 有可能是一种淡空的调台 嗯 所以这一点上呢 就根据你自己所写的书体 和自己所这个崇尚的风格 那么执笔确实有不同的 嗯 这是一方面 那么我们呢 还要再讲一个基本法则 就是说 那他说大家都各自有自己的执笔方法 那就不用谈执笔了吗 是不是 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这个谈到基本的执笔方法 嗯 现在我们就用这执笔来书 执笔 这个当年呢 王羲之的老师 魏夫人 他对这个执笔问题呢 有过一个说法 这个 他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他说啊 楷书之笔啊 应该手指距离笔头 二寸左右 楷书 哎 那么行书呢 应该是三寸左右 草书呢 应该四寸左右 这么远啊 他提这个问题 到了这个清代的时候呢 康有为呢 康有为呢 对这个话 进入这些一个 比较全力的解释 康有为这样解释 他说啊 魏夫人 所讲的那个 二寸左右啊 是指汉池而言 嗯 实际上仅今寸许 就今天呢 也不过是一寸左右 嗯 那么说 楷书之笔呢 魏夫人相对在一寸左右 那么 以此类推呢 行书草书呢 也相对的在缩短一些 但是呢 我们听出一个道理来 就是行草书 要比楷书支笔要高 要宽松一些的 支笔不要太紧 不要太矮 不要太低 就这个意思 因此我们用清一个道理 就在支笔的过程当中啊 写楷书要尽量低一点 在低的什么程度 我个人以为啊 就说 这个支笔啊 千万不要 明止 离这个笔头太近 嗯 到这儿就太低了 如果说 这样太高的话 是后来书家们自己的习掉可以 在初学的时候 不要让他们支笔这么高 就相对来说低一点 但是不可太低 这是指的这个 啊 笔管上面一个距离问题 嗯 那么松紧程度呢 不要 笔 钻得太紧 嗯 因为啊 你啊 把这个笔啊 支笔过紧 都是手指和笔杆在 这个较量了 这就 呃 支笔会不会发抖 啊 钻太紧就不好 嗯 但是 前提是不可太松 啊 曾经前任呢 在这个支笔问题中 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他说支笔啊 如同老虎 闲得虎仔过山溅 嗯 过紧呢 就咬死了 过松呢 会坠落山溅 这个比喻很恰当 啊 非常新鲜 所以说呢 支笔的时候 不可太紧 又不可太松 欧阳学所讲呢 急着短落 那个急 就指的紧 嗯 也是有度的 嗯 那呢 这个苏士呢 所讲呢 虚而宽呢 虚和宽 也是有度的 所以大赞呢 呃 在这个问题上呢 是边在实践当中呢 别去体会 啊 那另外呢 我们要向大家 这个介绍一下 就是无字支笔法 嗯 尽管这个支笔当中呢 有单钩法呀 双钩法呀 拨针法呀 但是 常见的 还是无字支笔法 就是有五个手指的 摆的位置 啊 一般说呢 就指的是 叶鸭勾格底 嗯 这个五个字呢 是说明五个手指的 第一个位置 啊 叶是指的拇指 叶 是指的它 在向这个 啊 内方向呢 在这个 靠拢啊 鸭呢 是指的食指呢 与拇指在相反方向 相互控制 啊 是这样 就出现了 可以左可以右的一个关系 这个钩呢 是指的中指 啊 中指 这个中指可以向灰啊 钩龙 啊 指的是这个作用 格呢 是指的这个 明指 明指 往上挑起 因为呢 这个 明明指呢 与中指之间呢 这个 隔开了这么一个笔杆 但这个隔子不是这个隔啊 但是就说我们讲的这个 啊 墓子旁 这个隔子 也指的 隔隔不入的意思 带有一个距离的问题 啊 所以 这个四手指是起主要作用的 小指 最后是挑在明指的后边 起一个辅助作用 所以叫笔 嗯 叶压 勾格笔 这是指笔的一个 啊 常见的 普通的 啊 大家要公认 不是错误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指笔的问题上 我们不好 呃 把我们自己指笔的习惯 呛加给别的朋友们 啊 还是把这个呃 最普通的 大家公认的这种东西啊 向大家介绍 那么除了这个 我们指笔的这个手以外 在我们书写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站坐姿势啊 这些身体姿势 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 对 嗯 应该有些要求吧 啊 比如说 你在写字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基本要求 嗯 两肩 要放平 嗯 两肩放平 嗯 双足 放平 应该要求宽度上说呢 双足 与双肩呢 一样宽 啊 如果下边太宽也不好 太紧也不好 啊 要放松下来 双足的宽度与双肩 基本相平 呃 再有呢 就是富汗书写的时候 啊 两个歌壁呢 同时放在桌上 嗯 啊 不要这样写 比如说 去这样写就不好 啊 或者是 这个放上 就去这样写 也不好 双肩放平 啊 一块放在这个这个纸上 这说的不旋轴 一会咱们再谈旋轴问题 啊 呃 这是一个 腰部呢 啊 尽量的呢 自然工区 不要这个工区太大 像这个古代书法家唐驼那样 用你写字弄来弄去 啊 弄成驼柜一个 啊 不要那样 又不会这个挺着太直 你这样写的很累啊 是不是啊 就自然的工区 这样写就可以了 那么 胸前距离这个 桌岸呢 大约导持啊 半尺 左右 这个因为跟身高啊 不同 有人高一点 有人矮一点 有人胖一点 有人瘦一点 那么这个可以随意地掌握 大约距离一拳左右 就差不多 紧紧地挨靠在桌子上 这是不行的 不管多矮多胖 紧紧地靠在桌子上 是不可以的 太宽也没必要 也是太宽证明你 这就是有种脱背的 这种可能性 就不好 这指的是 就有姿是这样的 头人呢 一定是要正的 不要像有些人写刚米字那样 哪里比这样 哪里头这样写 这颗在毛笔当中是坚决不允许的 眼睛呢 在笔后的看字 这样看 不是要在这儿看 笔杆呢 基本和面部要对正 就这样书写 顺序的 写字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呢 自右而左 自上而下 按照这个传统方式去练习 那您刚才谈到这个选者的问题 在什么时候用这个选者呢 这个选者啊 古人把它强调的很 这个严重 就说呢 写字就必须得选者 实际上呢 我们通过这个考察一下 觉得古人有些个字 未必都是选者 比如说写小凯 小凯字非常非常的精细 甚至一写 就是几千几千的写小凯 那么如果选者走 走无意 无益于谁场苦意 我想古人写小凯 一写几千字 真的是站起来 选者走这么写的吗 他很可能有这种功力 但这种功力 是不是必须的呢 必要的呢 倒知道商榷 现在我们一般写小凯 没有再这么写的了 就是如果真的写几千字小凯的话 那就是复案书写 大家知道 选者不单是突以形式 主要是为了它起到作用 如果写小凯 复案书写 以轴来 这个放在岸上 并不影响你的技术的荤蕴 那为什么必须的选者呢 如果选者只是为了给人看的好看 那么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任何一东西 当它没有实用价值的时候 它其他的意义 有时候也是一些 往往带的不必要 所以我们在写字的过程当中 也是这样 需要宣轴 影响汇运的时候就得宣轴 不影响汇运 那么可以不宣轴就不宣轴 所以写小凯 来到中凯的时候 不必须要宣轴 这是一点要说的 另外如果需要宣轴的话 必须站起来 做个点宣轴 力不大 因为什么 因为它与力学是有矛盾 站起来宣轴 比如我们现在做姿势 有这样 站起来宣轴 这个力就是放下下贯 因为我做了写字的话 人家看到这肘在 会相配合使上力 不宣轴也是对 因为这样做着 这样宣轴 你感觉是不是 感觉是 当然这有个习惯问题 就是习惯 但是我们从教学角度来讲 还是尽量相对的符合一些科学上的要求 是吧 您刚才说 这个小凯和中凯不宜选轴 就是我们坐着写的时候 那么多大字才用选轴呢 这个太严格不好讲 但是就说超过中凯到大凯阶段 应该是选轴的 另外 写新书 写草书 因为他会用要求高 所以他可能到中凯阶段就能选轴 这要是其书体 根据这个 有些某种习惯 但是选轴 与不选轴 一定要根据实用来要求 那么就请您用选轴 给我们演示一幅好吗 好的 嗯 咳咳咳咳咳咽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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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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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影响大姐 不要刻意去做 故意找齐 这种方法就是带来死吧